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刚好和食品安全有关 这是一家美国的加工肉制品的一个工厂 相对于我国而言 外国人在对食品安全方面的关注 在我们之前 并且在这方面有着很严的把控 而在外国的很多国家当中 又以美国为首 他们的食品安全 是能够让全世界放心的一个食品店 也因为这一个原因 让这一家有了一些比较看似奇葩的规定 这一家美国的肉制品工厂的一个规定就是 上班期间所有的员工都必须穿着尿布湿 那不是在很多人印象当中都是小孩用的 或者是没有行为能力的一些老人 或者是病人才会使用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工厂会要求员工们都穿上这个呢 具体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上班期间 这家工厂是不允许上厕所的 作为食品加工的工厂安全 是必须要把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上厕所 就是因为厕所的卫生就很难以把控 而这样的卫生环境就不能够保证食品的安全 容易携带一些病菌和细菌进入工厂之内 就是因为不能够在上班期间上厕所 所以就要求了每位员工都必须穿着尿布湿 虽然这样的方式有点没有人性 但是为了食品安全方面也只能这样做 毕竟这些入口的东西是需要很多方面的保证的 虽然说这一规定不是特别的人性化 但是这家公司会在工人们入职之前就告知这一个规定 让工人们自己做选择 并且为了弥补这一个缺陷 这家工厂的工资会比平常的食品加工工厂的工资要高 在丰富的酬劳之下 也当然会有人选择这样的公司 不论怎么来说 食品安全是我们关注的东西 并且这些入口的是需要非常多方面的保证 那就只有在其他方面的付出才能完成这方面的保证 不知道你对这样的规定是怎么看待的呢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